你敢动黄澄国我就敢动你陈宗燕 黄澄国调款导致赖金德瘀惑战争 陈宗燕弄完了下一个人是谁 我跟你讲下一个早梅可能就是你之前 陈宗燕他做了这么久的 他做了这么久的发言人 他做了这么久的大官 十年前的东西到现在 为什么这时候被爆出来 理由我相信我个人认为非常简单 你敢动黄澄国我就敢动你陈宗燕 你动我的黄澄国我动你的陈宗燕啊 黄澄国是蔡英文是英系的大将的心腹 也是这种道上江湖兄弟同路人 你敢动黄澄国 什么黄澄国调款 你以为我们黄澄国 你以为我们这个英系是吃素的吗 我相信他们我自己个人的判断 就是因为黄澄国调款导致赖金德 引惑上升 所以现在是赖金德 他好不容易想要做一点点正确的事情 可是民进党的整个脏水是完全往他身上泼 而且泼的还是真的直接碰到他的子弟兵 陈宗燕之余赖金德可能是比林俊宪还要更重要的子弟兵 陈宗燕弄完了下一个人是谁 我跟你讲下一个倒霉可能就林俊宪 他自己心里一定有数 好这个事情呢 我在2月18号的10点才会跟大家讲 赖金德是怎么想这些事情的 赖金德他认为他手上被掌握的内容还有哪一些 然后都是透过什么样的管道取得跟爆料 所以赖金德你身边的人已经很少了 你看监委与他们三个 不算是赖金德的嫡系 可是跟赖金德还算关系不错 是被民进党如何斗争 再来波及有爆料的一个是什么 波及有爆料的是说 有一个所谓的办公室主任还什么的被搜索了 再来呢陈宗燕竟然也挂了 再来下一个是谁 我其实跟林俊宪委员很好 所以我也希望他一切都平安 我不是说他做了什么犯法的事情 我现在没有在指控林俊宪有做犯法的事情 但是我要讲的是 国家机器到底掌握了赖金德什么资料 让他觉得非常的忧心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